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自我介紹 我是生命科學部 Live Science 的 Stand it out 其實我是科大的畢業生 我1992年的時候 我進來讀Undergrad 就像各位同學將會讀Bachelors一樣 我完成了PhD之後 去了幾個不同地方工作 六年前回到科大教書 所以大家同學 如果有興趣投身科學的話 我認為科大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同學可以十多二十年之後 都有機會可以站在這裏 和新入來的同學講幾句話 大家來到這個教堂 你看到一個名字 細菌或者微生物和氣候 大家有什麼心目中想聽到 或者覺得為什麼有興趣 有什麼期望看到這個名字 為什麼你們會上來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小的東西和這麼大的有關係 還是你們對氣候有興趣 或者只是對細菌有興趣 或者你們告訴我 你們在這兩張照片裡見到什麼 水 有什麼分別 藍色和綠色 誰知道為什麼 微生物 平時大家看到海水的顏色 它是藍色還是綠色 甚至圍多利亞說的灰色 除了澳門的黃色 澳門的黃色是因為沙泥 平時水的顏色 其實有很多時候因為微生物所決定 大家和我會再知道 水的微生物其實已經影響到更加大 已經是天氣了 這裡看到什麼 日落 還有呢 樹 雲很漂亮 知道為什麼我想展示這張照片出來嗎 如果我說你看到的雲 和海裡的微生物有關 你相不相信 聽過了 知道了 我說就相信 OK 我說就相信 這是不對的 因為就算我們說的也可能是錯的 也很多時候是錯的 百慕達三角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 發生什麼事 飛機和船 突然不見了 是嗎 雖然有很多統計學的結果 其實那裡的飛機和船的失事率 就不比其他世界地方高 但Anyway 大家這樣說就這樣說 如果我說細菌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細菌也可能是一個原因 你們又信不信呢 你們不一定要信 你們都說不信 先說回正題 細菌生物是什麼呢 細菌生物就是我們用眼看不到的東西 給大家一點點印象 究竟我講幾細的東西 如果這一個是一粒沙粒 這個是一個沙粒 人的頭髮 就會相對地 這個尺寸 再細一點就是人的紅血球 再細一點點就是細菌 大家每一次去沙灘游水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沙粒 每一粒沙 圍著上面都有數以億計的細菌 在上面 你想想沙灘有多少沙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裡 是細菌 最大量的生物 微生物 有很多種類 剛才我講的是細菌 你看到一些單細胞餘生物 大家同學也有聽過 Amoeba 那些單細胞生物 這個圍著就是細菌 它旁邊的 攻擊它 就是病毒 所以細菌是這麼大的 病毒的尺寸 只有1%也不夠 這些五顏綠色 是一些單細胞的浮油生物 就是大家所謂的海藻 你看到它有很多顏色 就是因為它的外殼 是用一些類似玻璃的物質組成的 所以玻璃就有些零鏡的效果 你用光去射它的時候 就會折射出不同的顏色 所以這就是一個這樣的物理現象 就不是它原生是有顏色 只不過用光學技巧 對它有顏色的 這些都是細菌 都是微生物 雖然它的樣子很相似 這裡兩個相似 這兩個相似 但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邊就是黑松露 大家一定有聽過 也可能會吃過 這些波的體內像黑松露 不是在淡水湖裏 一些叫做Stromolite 其實就是一些細菌 它一直到生長的時候 就是產生了很多鈣的物質 然後就形成了好像一個波一樣的東西 就像岩石一樣的東西 那些鈣形成了這麼硬的這麼大的組織 裡面全部有細菌 你剖開其實黑松露 跟這個也有點像 黑松露是什麼來的? 是分解 是真菌 只不過在當真菌需要繁殖的時候 它就變成很大塊 變成很大塊 然後有一種氣味 就會引起一些暴雨類動物 在吃它 包括人類 吃了它之後 它裡面的一些包子 就消化不了 那暴雨類動物到處走的時候 就到處散播那包子 所以黑松露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生長 那細菌或者微生物 其實就是這個全地球上面 最多最多 可能多說三次四次 最多最多最多的生物來的 那究竟有多少呢? 給大家一點點印象 如果你在海邊 就這樣拿了一滴海水 對著太陽望 你見到什麼? 水吧 沒有東西透明 你想怎樣而已 就是水吧 其實這個沒有東西的水 如果我拿一毫升 一毫升 裡面就是一百萬隻細菌 你看不到的東西透明的 裡面有一百萬隻細菌 大概一百倍更加多的病毒 好嗎? 一百萬個細菌 一億個病毒 就是一滴 你覺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的海水裡面 泥土 一克 裡面有十億個細菌 我們的身體 其實每個成年人 腸裡面至少有兩公斤的細菌 那些細菌是幫你消化 幫你去保護腸臟 因為它們已經是益菌 一旦已經霸佔了地頭 所以病菌進去 便打不贏他們 加上腸臟裡面的細菌 你的皮膚上面的細菌 所有細菌 其實如果我們數細胞數量 細菌的細胞數量 是比我們本身人的細胞多十倍 其實我們基本上是細菌的組織 雖然我們看不到它 如果我把這些細菌加起來 海水也有這麼多 泥土也有這麼多 想想泥土也有幾公里深 每個人裡面 其實可能有一至兩個百分之 我們的身體的重量 都是來自細菌 有些更加簡單的 例如海綿 海水裡面生的海綿 其實有一半以上的 他們的組織的重量 都是來自細菌 所以我把所有東西加起來 其實微生物的重量 比所有大家眼看到的 生物的重量還要高 所以你以為人主宰世界 或以前是猶豬主宰世界 其實是錯的 它是大 你看得到它 但其實如果論重量 論數目 是微生物 現在人做很多東西出來 影響了全球氣候 其實我們人的重量 我們人的數量 不是很多 雖然我們做的東西 可以破壞性很高 但想想 如果我們全球的生命體 絕大部分都是細菌 你猜它們一舉一動 對我們的生態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都相當之大 所以很相當%,就是實驗 那麼最主要的微生物 它們在自然界它們做些什麼呢? 特別是自然界裡面 就是在一個物質的循環 大家都有學過 某些lyaCycling 烙啪、氮氯氮氯氯氯氮氯屌氯氯氯氯氯 Bref 各种不同的有机物质无机物质 就在细菌里面转化 其实情况就像大家所熟悉的 Respiration 即呼吸作用 将碳水发酵物加上氧气 就变成氧化碳和水 反过来就是光合作用 这些是你会在日常自然界里面见到的植物里面 有光合作用 也有Respiration 在我们人里面有Respiration 其实细菌也会在做这些 不过细菌做的东西会更多更复杂 因为它们数量大 所以加起来 它们所做的这些 reaction 的次数和份量是会多很多 简单来说 你见到的光合作用 二氧化碳去了树 或者草被牛吃了人吃牛 或者人直接吃的草 大家都会呼吸出的样发 其实细菌在每一个步骤都会有参与 不仅是这个氧气细 其他所有的物质的循环 细菌都会有所参与 大家都知道 现在说到碳排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温室气体 对不对 要想想 所有细菌都会碳排放 所有细菌都要呼吸 它们的数量是大得这么紧要 你猜一下它们的碳排放厉害 还是我的碳排放厉害 对不对 它们其实可以很厉害 而且它们还有其他气体会排放 我之后再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在这个生物系统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physical环境 即是大家身处的一个环境 不好意思 我想不到中文字 physical environment 请问帮我译得到 这个实质的环境 每当有一个新的物种 去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物种是会改变环境的 物种需要食物 它在环境取得一些东西 物种需要排泄 它会给予一些环境 所以有一个物种 在环境出现的时候 环境是会变化的 当第二个物种出现的时候 环境也会继续变化 因为多了一个物种去吃东西 拿走一些东西 多了一个物种去排放一些东西 而两个物种之间 亦都有一个互相牵制的作用 如果物种B来到 令到环境改变到 物种A是顶不住要走 或者会死的话 物种A就会灭亡 其实细菌 如果看回地球上的演发的历史 细菌是最早出现的 其实细菌是细菌的 它来到它们做的事 影响着地球 就是造就了一个环境出来 令到之后的生物 例如人类 细菌可以生存 如果人来到改变的环境 去到一个地步 细菌是细菌的 细菌是细菌的 要走老的时候 你以为人类会如何? 作为人类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或者所有高等生物来的时候 环境是细菌造就出来的 我们的演化是因为这个环境去演化的 如果极端是我们所做的事 或者其他高等生物所做的事 令到细菌灭绝了 你猜这个环境会变成如何? 你猜我们还能不能住住? 不能住住 说远古之前 地球大约40亿年前出现 第一个生命大约30亿年前出现 当时会是怎样? 大家想想一下 我说的是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未有光合作用 即是未有氧气 没有氧气 即是没有臭氧 臭氧最主要是什么? 左隔有害的紫外线 所以你想像这个时间 未有光合作用出现的时间 环境是非常非常之惡劣 在水里面 现在所有生命都只能在水里面 因为绿地上的紫外线实在太强 有UVC 现在我们大气里面没有UVC 因为OZONE都阻隔了 UVC绝对是致命的 在这个环境底下 所有生命都只能在水里面 在水里面出现什么事? 可见光射下来的时候 会由强变弱 因为水会吸着光 UV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强变弱 不过因为波动短 所以变弱得更加快 这个UV射下来很强劲 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好像引起了一些化学性反应 因为它够高能力 所以令到这些氧化学性反应 互相之间碰撞 互相之间刺激 在这个环境之下 就造就了由母机 变成有机的一些化学物 当时的生命 就是依赖这些由紫外线 促进产生而成的有机物质 来作为适量 这些最早期生物 当然就是细菌 它们就住在水里面 一个比较低小小的环境 当然那里会远离了有害的UV 所以它们就能生存 它们依赖在上面沉下的有机物质 来做发酵作用 来生存 这就是在未有光合作用出现之前 所有东西都在水底 因为水面的环境实在太差了 久而久之光合作用出现了 什么时候出现 如何出现 大家现在还不太清楚 但最主要的就是出现了之后 这个就是地球的岁数 由40亿年前刚刚诞生到现在 最主要我想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红色线 自从光合作用出现之后 在大气里面的氧气的成分就开始逐渐提升 直至到现在21% 动物植物什么时候出现呢 陆上面的动物植物 就是当地球的氧气 已经是去到大概好像现时的水平开始 大概在六七千万年前 那时候才开始有地球上 陆地上开始出现动物植物 因为那个氧气成分才可以维持到 动植物这些比较复杂的生命体出现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坐在这里 大家呼吸到一个空气 这个环境没有UVC 但其实就是因为远古的时间 细菌做出来的 所以细菌和气候 大家开始看到一点点疯狂 没有细菌又怎会有氧气 没有氧气又怎会有臭氧 又怎会阻隔有害的UV 又怎会可以支持到 作为人这么复杂的一个生物体 需要这么多氧气才可以站在这里 说话可以走到路 在这个进化过程里面 因为首先光合作用是在海水里面出现的 所以海水的细菌是在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 演化出很多种不同的光合作用的方式 是远多于陆上的植物能够做的 那海里面的生物 微生物可以做到什么呢 最基本的最普通大家认识的光合作用 也都当然会做到最基本大家认识的呼吸作用 也都有一些是一个hybrid 他们是同时需要 同时呼吸和光合作用才能得取到营养 他们也有一个特性就是 大家知道液绿素 好 能够吸的wave length 有限 是吗 海里面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一个可见光阳光射下来 七种颜色射到水里面 哪一种颜色会不见了 短wave length 的红色 会先消失 一路就慢慢长的wave length 才可以 重复一转红色的先消失 然后慢慢就 蓝色可以越去越深 所以海里为什么会是蓝色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细菌在不同的水深的时候 因为wave length 改变了 所以其实它们有一种的色素 类似这个叶绿素 不过它们不是叶绿素 它们是可以将它们的蛋白漆成分改变 令到它在不同的环境下 吸到不同的光谱 所以在一个日常的我们叫做daily migration 即早上可能会升上去 晚上降下来 可能会升降几百米 因为它们就会因应当时的光度 以及当时的旋律存在的时候 它们就会调节 让它们可以尽量去吸收 它身边的光 这是我自己想象的 如果 这张图画就是想说 这是一个外星人 下来地球 要带着那块 因为氧气对它来说是有害的 我自己想象就是 如果远古以前没有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发生 我想人也会存在 生命也会存在 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存在 如果没有光合作用产生的时候 现在我们的大气就不会有氧气 可能我们就像你外星人那样 氧气反而对我来说是有害的 大家想不想象到发生什么事 明不明白我想和大家说些什么 海洋里面的细菌 其实在控制大气的成分 刚才大家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全世界 全球上的光合作用 其实有一半是来自海里面的细菌 另一半才是来自树 我们在呼吸的空气 有一半是来自海里面的细菌 进行光合作用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原因我们有七成面积的地球 是海水 只是和陆地算多了很多 陆地上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树 但是每一寸的海水的面积 都可以容纳到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 还有树 大家说的是多少 最多就是30米左右 树冠可能10米8米 能够做光合作用的 就是只有10米8米的深度 但是海水 刚才我说过 细菌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它可以调节它的吸光的功能 其实我们在说的 可见光是可以穿越200米的水深 所以这么大的面积 加上这么深的一个海水 都可以令到细菌 最含光合作用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虽然我们看不到它们 但其实它都提供到 世界上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氧气 当然它们吸走了二氧化碳 所以地球上的二氧化碳 以及氧气的浮沫 即是多少进入多少离开 其实海洋的细菌 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海洋的细菌 其实也可以控制住 地球上的水的循环 即是刚才我说的 可以影响云的产生 刚才我问过这两张图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是绿 一个是蓝 绿的就是比较多的化合生物 绿就是因为它们会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就是那些生物不存在 或者很少 所以光落到来的时候 就是由红色被吸走了 大家看到海水蓝色 海里面 你看到绿色的浮沫生物 进行光合作用的那些 当它们死了之后 其他微生物 即是绿菌 就会去分解它 在分解过程当中 这个海藻里面有一个物质 叫DMSP 就是平时帮细胞去控制 细胞里面的一些盐分 因为它在海水里面 这个DMSP就是帮助 Algae 它的cell 控制它的盐分 当它死了之后 绿菌攻击它 分解了它 亦都同时间 就会将DMSP分解 变成了DMS DMS就是一个 揮发性的气体 所以它会离开 上空的时候 一直被阳光晒着 亦都有很多氧气 所以它就是一个氧化作用 就变成了Sulfate Sulfate 就会令到水点积聚 水点积聚 就会变成什么 云 所以大家看到云 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海里面的海藻死了 被细菌分解 其中一些有机物 离开了水 在空气上 其实我讲这个DMS 我讲大家知道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我讲你一定 现在我知道了 大家去海边吸一口 深呼吸 那种海的味道 那种海水的味道 就是这个 大家想象一下 你在天星码头吸一口 和在清水湾吸一口 深呼吸 闻到那种气味 有没有分别? 有什么分别? 我只是讲海水的那种味道 就是那些气油味的那种 就另计 应该是在天星码头 那种海水的味道 比较大 那种海水的味道 比较强烈 有点奇怪 大家以为 我闻到那种味道 应该是阳光雨海滩 很漂亮的地方 但为何天星码头这么骯髒 反而味道更大 其实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因为天星码头的水 有多细菌 有多浮油生物 是吗? 那当然是多这些 是吗? 现在大家知道了 OK 有水 有云 那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就是 云被吹向内陆 然后变成降雨降雪 变成了河流 和湖泊 和湖泊 是吗? 这些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重要? 没有了这件事 你以为你和我 就是站在那里? 没有水 地面上没有水 所有生命都要存在海里面 淡水都没有 所有东西都存在海里面 所以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你想想 这个细菌 发挥了多大作用 它令到我们的大气 有20%的氧气 它令到云层可以积聚 因为有云层 所有内陆的地方会有水 是吗? 所有东西都是最先 因为有细菌出现 所以我就说 我们来到地球的时候 或者所有高级的生命 来到地球的时候 这个环境 是细菌做出来的 如果现在没有了它们 会如何? 是吗? 刚才我说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 是吗? 有一半的氧气 会没有了 有云的时候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会将阳光 反射回上太空 所以在某程度上 是一个空气调节 因为当你越暖的时候 海水温度越高 刚才我说的DMS的产生 就会越多 因为细菌和微生物的 海藻的数量都会多 多了DMS 就会多了云 多了云 就会如何? 反射多些阳光出去 所以一变暖的时候 就会令到有个调节 会多了云 反射阳光出去 地球就会相对地暖一点 大家就觉得 这个是这样 全球暖化就不用害怕了 冷气长开 自己搞定 但其实不是 全球暖化是什么 现在? 二氧化碳 是吗? 二氧化碳 不幸的就是 它会溶在水里面 即是大家喝可乐的时候 一开拆一声 把氧化碳拿出来 因为二氧化碳会溶在水里 溶在水里之后 发生什么事? 可乐是什么? 酸的 现在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就是 除了这个变暖之外 究竟这个变酸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呢? 会不会令到原本适合在海里面生长的微生物 再生存不到呢? 现在海水是微简的 如果pH7是中性的话 大概海水是接近pH8 海水流变酸 那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全球有很多科学家 就是尝试去找这个答案 这里是其中一个project 就是在北极那里进行 北极有一个特点 就是叫冬 冬 那会如何呢? 二氧化碳是比在暖的地方 更加容易溶在水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说全球二氧化碳积序 全球海洋变酸 北极是首当其冲 因为它的水够冬 你想想那罐可乐 不冬的和冬的开启的那一刻有什么分别? 不冬的就标到四周也是 因为二氧化碳融不了 冬的就慢慢喝 那些泡仲在那里慢慢出你 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project 就是在欧洲那里进行 他们尝试做的就是 找一个很大的金鱼缸 放在海里面 用不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去看看 如果假设我不同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时候 水里面的浓度有什么转变? 要买一买广告 因为负责这个project 其中一位 好像比较目睹的这位先生 就是我们科大的PhD毕业生 他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毕业 然后去了新加坡那里做了一段时间 现在回到内地就有他自己的实验室 亦都参与了很多全球性很大的 关于海洋变宣的project 所以就刚才我开始都说了 大家如果对科学真的有兴趣的时候 虽然我们科大的年纪比较少 很多什么排名那些东西 都不够传统那两间的大学 那么厉害 看上来 但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人才出来 全球变宣 各海水变宣 有些科学家就想了 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件事 要大家开少一点冷气 駕駛一些车 好像很难 有没有一些可以 大家不需要改变生活的方式 都可以令海洋没那么宣 有人就想到 我陆地上都可以耕种 耕种的食籠作物就吸了二氧化碳 我水里面行不行呢 今天就想 我可不可以在海里面 杀一些的养分 在这个情形底下 就有一些的铁质 某些地方的海洋是没有了铁质的 可不可以我杀一些铁质下去 刺激到微生物 那些萌生物去生长 当它们生长 产生光学作用的时候 就不停地吸了二氧化碳走 是吧 但跟树不同 树可以生数百年 这些萌生物生数百年 这些萌生物生数百年 死了便怎样 去哪里 出回来 但又未必 它们死的时候 就有一支沉缸 因为它们靠浮在水面 其实需要做很多事情 不停地游泳 它一死了 在它们未被分解之前 其实就不停地向下沉 还有当它们仍在生的时候 被其他东西吃了 萌生物吃了 然后被鱼吃了 被大一点的鱼吃了 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死 死也会向下沉 所以它在这里 经光合作用 随得到的二氧化碳 很多其实是会向水底下沉 它一沉到深海的时候 可能在那里积聚几百年 直至到海流将它带回上地面 大家可以继续开车 继续用冷气 几百年后才算 不关我们的事 科学家就是这样想 几百年后怎么算 大家不知道 百慕达三角 很神秘 为何和细菌有关 更加神秘 这是一个理论 纯粹理论 纯粹推测 没有科学根据 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挺有趣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纪粹理论 百慕达三角里面 为何那些船程失踪 可能海底有很多固体状的甲丸 这些固体状的甲丸 其实现在有很多政府尝试去抢的资源 因为它是很好销的 是很干净的能源 日本早几个月前 已经率先在全球进行第一次深海的探采 就是这些甲丸 有很多生物 其实都是靠这些甲丸 为生的 你看到那些虫 躲在一堆白色固体状的甲丸 这些甲丸在固体状态 因为它在一个岩层下 有高温 亦都在一个很低的水温底下 一个高压 和一个很低的水温底下 它变成了一个固体 但因为地壳的变动 有时候 就会令到它们气化 变成泡 关于伯母达三角的理论 就是说 可能伯母达的海藏 有很多固体状的甲丸 当地层变动的时候 它们释出大量的泡沫 上去的时候 怎样吞了船 很多泡 不一定很大 可以很多 令到它爆炸 可能是 科学一点 就是水的浮力 是吧 当你的水变成了气泡的时候 没有了浮力 然后船就沉了 这是一个有人提出的疑问 是真是假 不知道 我想说这件事 就是因为甲丸 都是由细菌产生的 大家知道甲丸是一个温室气体 比较氧化碳强多少倍 二十几至三十倍 全球上绝大部分的甲丸 都是细菌产生的 就是当无氧的环境去分解有机物的时候 譬如在淤泥下面 滤水厂那些的沉积物那里 牛的肠 就产生很多甲丸 牛大家都知道 牛里面有细菌 帮助消化 其实这个无氧的环境 就是造成很多甲丸的产生 但是在肠牛之外 很多地方都会有甲丸 湿地 海里面 其实人是产生了 人的活动是间接直接地产生了 大约七成半的甲丸 现在在地球上 烧燃油 我们吃很多牛 牛的肠 刚才我说过 是一个产生甲丸的很好的地方 因为那些微生物 已经是一个发酵 产生甲丸 食米 稻田是经常浸水的 下面的泥是缺氧的 是一个产生甲丸的很好的地方 我们去烧树木 烧其他农作物或植物 拿去做燃料 亦产生了甲丸 对田区 污水处理厂 动物产生出来的废物 甚至乎连白鸡都会 白鸡当它吃了木材之后 其实它身体里面也产生了甲丸 大家看到很多甲丸 虽然是人的因素 令人产生 但来来去去都是说微生物 因为微生物在进行 一个无氧的分解 将那些有机物 有人说 湿地 经常都说是保育湿地 我不是说不保育湿地 只是想说另一些层面的东西 有人说保育湿地很重要 因为生物多阳性 因为保育湿地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碳的所谓的 光合状发生的时候 湿地植物就会将 那些氧物封锁到它的 生物体内 那便解决了 或者可以令到 溫室气体的问题 可以舒缓 但第一个问题就存在 在这里 它们的植物吸入CO2 是吗 OK 变成了它们的 BioMask 这个BioMask 死了会变什么 会分解 是吗 被細菌分解 但在什么环境下分解 没有氧物的环境下分解 没有氧物的环境去分解 会发生什么事 甲丸 你进入一粒二氧化碳 出一粒甲丸 一换一 但是 那个Greenhouse gas effect 强了三十倍 是吗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氧化碳进入去 最终会变成了 甲丸 出回来 但是有这个可能性 只要你有三十倍 进入去 有一粒出回来 其实已经解决了 效果 因为甲丸是三十倍的强度 作为Greenhouse gas 所以大家科学家在想 是否真的 我们想得这么理想 作为一个氧化碳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亦都很视乎地方 很视乎那里的Ecosystem 北极 北极 现在大家怕变暖 变暖就溶雪 其实溶雪 也带来一个问题 不单止海平面上升 就是北极的永久冻土下 其实也有很多的有机物质 因为之前的冻植物死了 残留在土壤里面 现在就封住了 如果遲些变暖 冰层破开 温度越来越上升 其实会发生什么事 甲丸走出来 亦都是因为微生物 大部分甲丸都是因为微生物 人类住得到 没有水在陆地上的地方 变成了有河有湖 人类住得到 是吧 但是我们同时间 在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会影响到细菌 刚才我们也说过 初期的时候 每一个生物在地球上 出来的时候 都是交叉 当我们交叉 交叉的时候 会影响到其他生物 究竟我们交叉 会影响到微生物 是否影响到微生物 刚才我说过 海洋变酸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中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我们一直在谈谈的环保 在谈谈的保育 在谈谈的很大的环保问题 从来我们没有把微生物 放在这个所谓的疫情里面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是如何影响微生物 会否发生了一件事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假如忽然间没有了那些东西 那会怎样呢 没有了一半氧气 水的周围 不要说完全切断 被影响了 那会怎样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亦都买一点点广告 就是我昨天和港台做了一个访问 就是关于这些东西 这个节目就会在下个星期六 的香港电台第一台 那个节目叫做十万八千里 我估计应该是大概十一点左右 我不是太肯定 大家有兴趣 再听多一点的 其实不是很多五分钟 不过我说的有点不同 香港电台第一台下个星期六 大概十一点左右 十万八千里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或者可以继续你们的行程 有的话可以留下 谢谢民外尤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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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